今天是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 习近平主席同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互制贺电 李克强总理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互制贺电 庆祝这一重要的日子 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指出 中澳建交50年来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澳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总理表示 中澳双方要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共同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澳方表示 1972年 惠特拉姆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 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需要勇气和远见 这一正确决定为两国发展强劲 持久和互利关系铺平了道路 展望未来 澳方致力于遵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本着互尊互利精神 同中方发展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 我们还注意到 阿尔巴尼斯总理在澳人报上发表署名文章 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 阿尔巴尼斯总理在文章中表示 50年前 澳中建交为澳大利亚预见了一个 充满更多机遇和繁荣的世界 50年后 澳方仍然寻求稳定澳中关系 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黄一贤外长在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来华访问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今天下午将同他会谈 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这是近期两国间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相信此访有利于进一步落实 两国领导人巴尼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本着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 求同存异的原则 加强对话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双边关系 重回正确轨道 并可持续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